盘点射雕三部曲前六十高手 第三名 全真祖师王重阳 实力味道场人物中的天化版级别 射雕英雄传中天下武爵之首 第一次华山论剑中的武功天下第一 曾在华山上与黄药师 欧阳峰段志兴红七公比试武功 在经历七日七夜的口中比试与手上切磋后 其他四人均心甘情愿地 拜王重阳为天下第一 起初他认为 自己武功已经是天下第一 再练也是天下第一 就将九阴真经封存 但后来发现 临朝英在古墓中留下的玉女心经后 不得不从九阴真经中寻得破解的办法 原文称 王重阳对九阴真经一经过目 苦思十余日后 真经中所在的诸般密奥经义 全盘豁然领悟 再破解玉女心经武功 权威不难 于是王重阳再回活死人物 在全幕最隐秘的地下十世底上 刻下九阴真经的一部分要指 并一一指出破除玉女心经之法 也显示王重阳一生不输于人 再过几年 王重阳担心自己死后 世上无人能再制住欧阳峰 于是去到大理 将自己的先天功传授给南帝段志兴 王重阳自知将死之时 射局假死 等欧阳峰上门抢经时 突然从棺材越出 一一扬指破掉了欧阳峰的蛤蟆功 使其二十年间不敢再入中原 王重阳虽然死去多年 却一直以来都是射雕与神雕中的战地天花板 神雕侠侣中重阳攻之战 秋处基面对众多高手时表示 倘若先师在世 必然能够击败众人 如果师叔周伯通在的话 也差不多 在他眼中 王重阳的实力仍在周伯通之上 神雕侠侣结尾前 周伯通在与金轮比试后也称 倘若我师兄在世 你焉能接得他十招 如果没有神雕侠侣 对王重阳的人生延伸 王重阳最多也就是老四角水平 但是王重阳这个人物 在神雕侠侣中再次得到了升华 那王重阳跟老四角相比 他究竟赢在什么地方呢 很多人认为王重阳的武学造语 约等于第二次《华山论剑》中的老四角 流逝王重阳能在第一次《华山论剑》中夺魁 是因为功灵高于其他人 而后来老四角在功灵熬上来之后 又过多过少的接触到 部分酒阴真经内容 因此认为 老四角已经完全不落后于王重阳 这个说法其实完全正确 但是仅限于《射雕英雄传》一书 因为在神雕侠侣中 王重阳的人生又得到了加强 首先按照射雕中周伯通的说法 王重阳是没有学过酒阴真经的 但在神雕侠侣的设定中 王重阳最后是学了酒阴真经的 这个差距就非常大 按照旁白设定 王重阳的学武资质非常逆天 周伯通的说法是 他是天生的了不起 许多武学中的道理 自然而然就懂了并非如我这般勤修苦练的 也就是说 王重阳的设定跟酒阴真经的撰写主 王长非常相似 就是不需要去努力的练 就能达到绝顶之境 王长的设定则是 不料想这么读的几年 他居然便精通道学 更因此而误得了武功中的高深道理 他无师自通 修习内功外功 竟成为一位武功大高手 而且王重阳对酒阴真经的领悟 也远超三部曲所有人 原文是 他武功当时已是天下第一 酒阴真经中所载的诸般密奥经义 一经过目 思索上十余日 即以全盘豁然领悟 而后没费多大力气 就破了玉女心经 所以从人物设定上讲 王重阳和黄长 都是天生的练武宗师 对此书中的解释中 传统练武之人 少了一副救人济世的胸怀 就算毕生勤修苦练 终究达不到决定之境 酒阴真经就是一本重在体悟的书 周伯通从来没有学过 酒阴真经上面的武功 但因为领悟了 酒阴真经里面的全理法文 结果就把酒阴真经学成了 所以如果武学天赋够用 酒阴真经压根就不用非要去练 如果问王重阳最后的成就有多高 估计酒阴真经有多高 王重阳的成就就有多高 而老四诀后面所有的际遇 也没有超过王重阳看过的这本 酒阴真经 那最后再来说一下 学习酒阴真经的五种境界 以此来解答一下 为什么即便王重阳死得早 但仍旧是射雕三部曲中的天花版 射雕三部曲虽然有很多人都看过酒阴真经 但各自的成就却完全不同 这就好比同样是一个班级的学生 有人考上了清华 而有人却考上了地瓜 戏揪下来就是跟个人的资质有关 而武侠世界也存在这个道理 学习酒阴的第一层境界 叫胡伦吞枣境界 代表人物有周芷若和梅超峰 他们仅仅学习了酒阴真经中的皮毛 导致他们无法成为绝顶高手 第二种境界是吃苦耐劳境界 代表人物郭靖 郭靖在酒阴真经中获益极大 短短不到半年时间 就成为天下间准四诀级别高手 然而可惜的是 郭靖因为资质问题 并没有从酒阴真经中创造出什么 第三种境界是心灵神会境界 代表人物周伯通 严格来说 周伯通并没有系统地学习过酒阴真经 只是在传授郭靖酒阴真经时 将经中所在的权力自行学会 周伯通只用了几天的时间 就从不是黄耀师的对手 成为略高于四诀级别的高手 另外他后来还将酒阴真经里面的武功 精益融入自己的拳法中 第四种是天才宗师境界 代表人物王重阳 王重阳的武学天赋极高 不仅是不需要勤练武功 而且只要看上一遍就能把酒阴真经里面的内容 全盘灵物 甚至不需要看走纲 这种资质完全就是老天爷赏饭吃 王重阳观酒阴真经后 不仅以此破了林超英留下的玉女心经 同时凭借经上的内容 创出天纲北斗阵 这是在周伯通和郭靖身上看不到的成就 最后一种就是万法皆通境界 代表人物斗九僧 斗九僧只是看了一遍酒阴真经 随即就能默写出与之其名的九阳真经 这个能力甚至都超过了王重阳 笔之皇长都不成多让 所以三部曲中真正的练武天才 恐怕都活在了背景版里 最后总结一下就是 王重阳在几十年前对周伯通随口讲解的几句武学屏障论 周伯通到了二论时期才能理解 说明王重阳一论的实力 未必比二论的周伯通低 如果仅以射雕中的王重阳而论 老四爵在结局前 与一论时期的王重阳实力差距很小 但是经过《神雕侠侣》中的内容升华 王重阳凭借对酒阴真经的恐怖理解 其实力恐怕仍是三部曲的天画版级别